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 来到6月13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ETI 试食机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还有利达首席投资及ESG策略师王耀忠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Andy 早晨 大家好 昨晚大家都在等着联储局的议食 都继续按兵不动 但市场又对9月减息的预期升温了 标指和纳指都破了顶 道指先升后回 行指期从上万八关 一度升超过200点 西欧市升119点 待会当然会问Andy如何看 联储局之后市场如何解读 以至于港股 或个别的焦点股份如何部署 以及最近很厉害的Apple 我们都会问Andy 以至于上一次一个月前来说 手机设备股的深水股已经启动 都会再跟进Andy最新的分析 大家有个别股票而难 欢迎WhatsApp 留言给我们 电话席96133819 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 以及想问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议息结果出炉之前 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通胀有降温的迹象 刺激美股早段做好 导致高开之后曾经升了372点 标志一度升超过1% 纳资亦破顶 最多升超过2% 联储局议息之后 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利率点阵图显示 今年内只减息一次 主席鲍威尔会后说通胀放缓 但都未足以给联储局减息的信心 议息之后 导致372点的升幅全部蒸8 曾经倒跌过8点 收市跌35点 报38712点 标志升幅收窄到大约0.8% 拉报5421点 纳资升大约1.5% 17608点 纳资和标志仍然创了收市新高 欧洲股市三大指数都升大约1% 美国通胀数据公布之后 10年期债息曾经跌穿4.3厘 美汇指数曾经跌近1% 欧元和日元曾经升大约1% 金价一度回升大约1% 焦点美股 Tesla升近4% 苹果高建220.2美元 盘中市值一度超越美元 收市升近3% 报213.07美元 创了新高 微软同样创了收市新高 升近2% 报441.06美元 NVIDIA也破顶 收市升3.5% 收报125.2美元 另外 甲骨文秀为AI合作 股价急升大约1.3 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阿里巴巴比港股升2.7% 折选报76.1.7 网易偏远 汇丰控股ADR 折选报68.51美元 给本港收市价高0.5% 友邦升0.8% 车股无据欧洲抽重税 比亚迪比港股 收市升大约1% 理想和蔚来都升超过1% 小鹏跌了1% 今天看看今早上外围市房 导致期货便宜偏远 38728.24 订立期货便宜好 至于亚太区股市方面 普遍都会向好 其中日本股市 日经平均指数 389884 升108点 但市场都看着日本央行 明天会议息 南韩股市升到1.5% 澳洲升0.6% 新西兰升到0.4% 接着我们可以看看 恒指黑期的表现 昨晚夜期恒指上回到18000 习惯 黑期也升到140几点 看看稍后讲股有没有彈 我们先和Andy 谈谈外围最新的市房 昨晚一直等着 美国公布了CPI数据 之后到重头气联署 主角意识 简单说到结果 虽然可能是预期之内 一月预期维持利率 5.25厘到5.5厘不变 今次连续第七次会议不变 但最新的利率点阵图有变化 官员估计 今年底的利率中位数是5.1厘 意味即是会减息一次 幅度是0.25厘 如果和上次三月份会议 点阵图比较明显收窄了 但估计明年会减息四次 当局同时公布了 对美国经济最新的展望 估计今年的GDP增长2.1% 这与上次预测是一致的 核心通胀率是2.8% 高过三月份的预估 大家看着主席鲍威尔 记者会上的内容 其实与意识声明都差不多 比较重要的信息就是 鲍威尔认为通胀稍有进展 明显放缓仍然过高 仍然未有足够的信心 认为通胀可以持续回落到2%的目标 又重新会逐次会议去做决策 并未承诺特定的一个减息路径 他也提到说 诺健最新的5月份CPI数据 增强了他们的信心 议息结果 今次可不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重点 在哪里 以及对于未来的利率走向有没有启示 如果你在意识结果的重点里面 我们自己会看到的 都不是说昨晚有没有动作 对了 还有市场上 大家都 即是在公布之前 或是在Q&A之前 其实大家都预认了 今年 其实早两个星期 有时候说 又说要加息 然后后来说 11月会减 然后9月会减 很反复 是的 很反复 如果你用一年去看 很反复 但是昨晚最着重 让大家看到的 就是看来 是不是未来下半年 都应该怎样 都最少发生一次的了 对了 这一件事 其实我们 在里面最重要 我看到他的字眼 虽然他是说 没什么信心的 但是 其实他有说到 其中一个关于Core 就是PCE那边 其实他比较着重一个位置 就是关于租金 是的 其实租金 其实他也有提到 这个虽然是滞后 但是已经是明显 开始放缓 也就是说 未来这个放缓的趋势 应该是会更加明显的 是的 在这一个角度 我觉得这个是 令到为什么 都会有减息这个动作的 是的 第二 我觉得他 有些记者都问得挺好的 其实在里面 都有问他 既然你知道有些东西是滞后的 你会不会 类似 就是说 你会不会做一些 预备性的 预备性的 减息一次 令到美国的经济 可以 soft landing 一些的 是的 那么 鲍威尔也有提到 就是说 经济是有少少放缓 是的 但是他未到他要担心到 那么快要做一个 这样的 安全少少的 减息的动作 是的 这个我觉得是 大家不要炒 那个减息预期 炒得太多了 是的 但是 是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 其实过去两个礼拜 或者两三个礼拜 我都不断 无论是有机会的话 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都会有提到 就是 其实减息 是不是一个最重要的情况 不是的 就是说 对于股市 是不是减息 一定要向上走 但是 反过来 减息 其实有很多时候 一减息 那一旦市是会向下跌的 所以 其实你说减息 代不代表 市就要 升势要完结 嗯 没有这个定律 但是你说 是不是一定要跌 也没有这个定律 但是 如果我们去聘合 刚才这边要提到 经济的情况 就是当如果 那个减息动作 和经济 是配合在一起 我们就会看到 如果这个是 预先性减息 就是经济 没有突然冷却 其实那个股市 是比较大机会 是继续向上走的 但是 如果他真的 好像那个记者 问那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你 延后了 才来做这个减息动作 就是说 经济已经是 明显走差的那一刻 你才做减息 通常那个股市 是会跌的 嗯 所以 我会这样看 其实 昨晚 在FOMC 未发生之前 其实那个利率走向 其实可能更加 更加 已经在反映出来 就是 你看到昨晚出的CPI Core CPI 已经是好市场预期 那大家都已经 你见到 那些利率 根本都不用等 FOMC 就已经撒下去了 那 这一个 我觉得 其实大方向 没有什么变化了 我觉得 最着重点就是 反而 大家可能 之后要看 经济 尤其是Q3 就是第三季 年初我都有说过 第三季 对于美国的经济 是很大的考验 是因为 基数效应 如果一个市场 高基数 是很高基数 如果你捉按年的话 有机会 会吓到自己的 但是 可能 所以我们会看多些 我猜四五个月 可能要看多些 按季 或者按月的变化 明白 所以其实 联储局的 减息的时间 是比较重要的 大家在数 究竟减多少次 就是刚刚开始第一次 你自己有没有 有一个理想 比较好 对于市场来说 反应会比较正面 其实 年初的时候 我是猜到 大概年中左右 是的 那时候最快是五月 但是六、七月 应该会比较合适 现在只剩下一下 但是 我觉得 没什么所谓的 因为 经济 你那个放缓的时间 都比我预期中 就是叫做 引力高 就是比较慢 所以 其实如果你在这一刻 其实我觉得 七月或者九月去减 就比较 其实最好是七月 如果你说 如果在七月 我觉得市场 会容易接受一些 就是说 你真的去安 就是 去稳住 经济 令你容易更加 軟地 对了 是真的要等经济 明显冷却 才去减息 我反而 是用这个位的角度去看 多一点的 因为 你说如果放进去股市 就很明显分化了 就是 你 反映着 美国当地的 罗素2000 就是 这些小型股 那些 其实 都不是那么特别 所以 如果用这几个角度去看 就是我配合了多一点 其实 我们每个礼拜 我都说 我们不是会看那些 我们自己弄那些 ETF的移动资金讯号 的 其实我们看到 大概过去一两个月 一个月 比较明显 过去一个月 对于一些 息率 敏感 就是看淡的 就是来看淡的债 那些 其实是 不断有资金流出讯号 是的 就是说 其实市场已经是看好债 另外一些角度就是 其实 我们目前看到 其实市场 就是一些资金 摆下去的 如果是资金流入的讯号 都仍然 其实股市来说 是健康的 整体来说 是健康 就是不是突然很 炒作味很浓 那些 炒作味很浓 如果捉很短的 那一刻应该消化了 就是早 两三个礼拜之前 那一刻 在那一刻 那一刻应该消化了 是的 那些仍然我们会看到 其实整体来说 资金表面是告诉我们 大家是已经开始 注册下去 究竟那个利率 已经见了顶 嗯 明白 因为之前你一直提到 我们说 就算美股有调整 也不用害怕 因为中长线 都是一个向上的趋势 那调整反而就是 吸纳的机会 那听你说的 看法也是不变 那最近市场 经常有一个争议 就是说 昨晚也是 导致最後都是跑輸錶紙、納紙 大家也知道可能是靠那幾隻 蘋果、NVIDIA、Microsoft 就是頭三大市值的股份 其實又不是一個人幼 還是不用怕的 可能接下來其他股份都會追上 其實如果我們這樣看 首先我們會看到其中一個 最重要的就是盈利增長 該盈利增長 可能是你封住重 我們在盈利增長 還是很相信 我們先進去 ré